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我们的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造极层这课程 在上节课呢,我们大体确定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个阶段的一个学习思路 那这节课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学习 也就是反观一下我们的Android的应用开发的过程 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呢 很简单,就是熟悉一下Template Method 就是我们的TM模式和好莱坞原则 以及依赖注入和控制反转等这些设计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第一个主题,为什么Component with Quebec 也就是我们Android 为什么要让我们去继承它的一些Activity Service等这些应用程序组建的类类 然后去覆盖它里面的这些Component和Sata这些视频东西Component函数来去这样开发我们的应用程序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我们的Android上的应用程序是什么样的 而以我们的我们应用程序 以我们的我们应用程序一般来说是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Activity Service Component Provider等等这些组件 那我以我们的Activity为例看一下我们的应用 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构吧 Activity机类呢 可以这个原码可以在我们的Activity-Java里边找到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写我们的自己的应用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实现一下我们自己的MyActivity 怎么实现呢 通过去继承我们的Activity这个组件 所以说呢这里边就会涉及到有这两个类 然后呢继承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覆盖Overread它里面的 往Create 往Start 往Resume 等等等等这些扣别函数 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的Activity里边 就相应的可能会有这么一些函数 既然是覆盖机类的函数呢 相应的我们的Activity机类里面也会有一些函数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些Uncreate,Unstart 是被谁调用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Activity的代码 我们就发现相应的有Perform Creator,Perform Start PerformReume 先应的会调用一下我们的Uncreate,Unstart,Unreume 这里呢我把Perform Creator的代码给改造了一下 首先是调用了我们的Uncreate 就是我们这个Uncreate Data 然后呢 他又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这个首先就是我们继承了我们积累这个Activity 然后覆盖它里边的这些函数 覆盖之后呢 我们就要在这些函数里面实现一下自己的功能 在实现自己功能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调用一下我们复利的Uncreate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下一些自己想要的事情 比如说去设置一下我们的UI功能 这个呢就是之前我们所讲到的怎么去通过继承我们的应用程序组件的一类 然后去自定义我们自己的组件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那我们的Activity在什么时候会启动呢 当我们点击图标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在另外的Activity里面 调用我们的StartActivity里面的Activity的时候呢 我们的Android System 我们的Android系统就会去 相应的把我们所要启动的Activity给启动起来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Android System 然后调用我们的 比如说调用我们的Perform Creator 把我们的Activity给Create起来 这里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 比如说我们点击了图标 要启动一下我们的Activity 第一步就是我们的Android System 调用到我们的Perform Creator 然后我们的Perform Creator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Perform Creator里面 会首先调用一下我们的Uncreate 因为我们的MyActivity是子类 我们的Activity是基类相应的 这个Activity 这个Uncreate 就会调用到我们MyActivity里面的Uncreate 就是这里 调用到我们MyActivity里面的Uncreate 在我们MyActivity里面Uncreate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代码 首先 这个是我们安卓给我们规定的 我们要首先扣一下我们负类的Uncreate 其次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下自己的一些操作 设置一下我们的UI等等等等 对呢 这里呢就是 首先调用一下我们负类的Uncreate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SetContentView 这是我们的UI 在我们Uncreate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还Perform Creator 定用了一下我们的ReaderState 然后Perform CreatorCommon等等的 这个呢具体的功能我们可以暂时更关注 我们只知道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用就可以了 对应到我们这里呢 就是当我们Uncreate完了之后呢 相应的表现我们的ReaderState Perform CreatorCommon 这里呢就是一个Perform Creator 就把我们的Activity给Creater创建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我们的Uncreate上应用的一个基本情况 这里呢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这个呢是一个它的打开制的一个执行的流程 我们回顾完之后 那我们刚才在上节课也确定了 我们学习思路就是通过学习一下我们的设计模式设计原则 来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要让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创建我们的Uncreate 关于设计模式的学习呢 关于设计模式的学习呢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Grounder4 这是我们的四人方 这个呢是我们设计模式之中的圣经 也是就是我们的经典制作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一种Template 我们的模板方法这个设计模式 那跟我们说 我掌握的我们Android的APP开发那个基本结构很像 那我们就 补充一下我们的Template Method 也就是我们的模板方法这个设计模式相关的内容 我们模板方法这个设计模式定义呢 它就是定义了一个操作中的算法骨架 然后将一些步骤延迟到子类中去 我们的Template Method可以使得子类 在不改变算法结构的情况下 就可以重新定义算法中某些特定的步骤 下面看一下我们Template Method 也就是我们模板方法这个设计模式的交互图和一些相关的介绍 在我们Template Method设计模式交互图中主要有两个模块 第一个我们的Abstract class抽象类 还有Concreate class具体类 在抽象类中呢 主要是建立一个Template Method模板方法 这个模板方法呢定义一个算法的股价 在这个模板方法之中 会调用到我们的原域操作 template option1 template option2 当然 Template Method不仅可以调用我们的原域操作 也可以去调用一下抽象类中 或者是其他对象中的操作 也可以调用一些具体的操作 除了定义一个Template Method之外呢 Abstract class另外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定义抽象的操作 就是Permitive option1 and Permitive option2 这两个 这两个操作呢 具体的类类将会去定义它们 然后去实现模板方法 其中的具体步骤 所以说呢 我们Coccurate class 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实现我们的抽象操作 来完成设法中 与特定类类相关的步骤 这是Gun of 4 中给出的模板方法 这个设计模式的架构和相关的介绍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Template Method的模板方法 可以调用的类型 除了抽象操作之外 还有其他的 这里列出了几个 比如说具体的操作 具体的抽象类的操作 或者是原语操作 也就是我们的抽象操作 还可以调用工厂方法 和钩子操作 钩子操作是什么呢 英文名字是hook operation 这类操作呢 它提供了 缺少的行为 也就是 它可以是空的 或者是 只做一些默认的事情 此类呢 可以使情况 在毕业的时候进行扩展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里 比如说我们 这是一个抽象类 在抽象类之中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 template method 这是我们的模板方法 在模板方法里面呢 会调用了这四个操作 前两个呢 primitive option1 primitive option2 抽象的 抽象操作 它的定义呢 在这里 是定义为 abstract 两个抽象操作 需要我们 具体的子类来实现 而且呢 这类定义为 abstract 操作 具体的子类 必须 去实现的 紧接着 紧接着 有一个 concrete的 objection 具体的操作 这个具体操作呢 子类 必须要实现 这里 把它声明为 final 进行的 避免被子类去 给覆盖 在具体操作里面呢 我们可以 做一些 我们的 操作 然后 hook operation 勾的操作 勾的操作呢 它可以是空的 什么事情 做不做 或者是 只做一些默认的事情 子类呢 可以是情况决定 要不要覆盖它 比如说 在我们android上面 activity 这个机制里面的uncreate unstart 等 这些操作 就是一个 hook operation 勾的操作 它呢 提供了一些 默认的一些操作 在我们编写自己的activity 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情况 可以去覆盖 它这些 函数 也可以 什么都不做 不去覆盖它 那么它就会去 执行一些默认的动作 这里呢 就是 简单 了解一下 我们的template method 可以调用的几类操作 之中的 三类 这个我们比较 经常会碰到的 抽象的操作 具体的操作 和 钩子操作 那既然 既然 我们的template method模板方法 可以调用 这么多种操作 那当我们创建一个模板方法的时候 怎么才能知道 什么时候 该使用 什么操作呢 也就是 就是 如果 我们算法的某个步骤 必须要 类 去提供 实现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 升连成 抽象的 那如果 算法的某个部分 是可选的 那我们 可以 就把它升连成一个 构子操作 那如果 算法这个部分 不需要我们的子类去实现 那我们就把它升连成一个 具体的操作 而且 我们在 编写我们的 模板方法的时候呢 要记得一点 尽量是保持 这个 抽象操作 的数目 越少越好 因为 如果抽象操作的数目 多的话 在 编写子类的时候 就会带来 很多的麻烦 给我们子类的编写者 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当然 嗯 如果我们 要减少抽象操作的 可是呢 相应的 在模板方法里面呢 就不能 把这些 划分的 过于细 如果不能划分的 过于细呢 相应的 就会 可能会 造成我们的设计 弹性 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 这些 读处理 就需要我们在实际情况中 呃 去做一个综合的考虑 那 在我们了解了我们 template method的 定义 以及它的一个 基本架构 和 template method里面 可以调用的一些 操作的类型 都有哪些之后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设计模式 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代码 负用 为什么可以起到代码负用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 它提取出来了一个公共的行为 把这公共的行为 就可以放到这里 我们在具体的辞累之中呢 就没必要去一个一个 编写具体辞累的时候 都给它再实现一遍了 另外的一个好处 某个方法 它 构成了一个 反向控制的结构 怎么构成了一个 反向控制的结构呢 这里我们就要 谈到一个设计原则 什么是原则呢 就是好莱坞原则 在介绍这个好莱坞原则之前呢 我们先 区分一下 数据原则和设计模式 这两个基本的概念 让大家不要 要弄混 设计原则 就是 我们在设计之中 应该遵循的准则 设计原则它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那设计模式呢 它是针对面向 对象系统之中 重复出现的一些问题 提出的一个 通用的设计方案 它教我们如何组织类和对象 来去解决某一种问题 那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 好莱坞原则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莱坞原则 也可以 叫做 Don't call us We will call you 不要call我们 我们会call你 什么意思呢 具体来说 就是低层组件 可以让自己挂住到 系统当中 但是 低层组件 不可以直接 就用高层组件 高层组件 它可以决定 在什么时候 怎么去使用 这些低层组件 什么是高层组件和低层组件呢 一般来讲 假如说我们有A和B两个组件 如果 组件A的行为是由组件B决定的 那我们就 A为高层组件 B为低层组件 再熟悉了我们tm 也就是template method 这个设计模式 和好莱坞原则呢 那我们再回复头来看一下我们的andreason 上面的in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也错了 这个是绝对 低层绝对不愧 直接就用高层组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也有一个G类 同样的 这里有一个具体 实现它的子类 在G类之中呢 同样的 定义了一个 和fom create 和fom start 和fom resume 和fom pause 和fom stop 这些凯数 这些凯数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template method 就是一个模板方法 在这些模板方法里面呢 以我们的fom create为例 首先就要用了uncreate uncreate uncreate 呢 在activity里面 也有相应的定义 它定义了一个默认的实现 我们具体的子类呢 它可以根据情况 去把它给覆盖 或者是不覆盖 这里呢 就可以看出来 uncreate 是一个hook operation 也就是一个 构子操作 除了这个uncreate之外呢 perform creator 还丢入了一个 read state 和perform creator comment 这两个呢 分别在activity 这个基类 和transistic state 这个里面都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所以说 这两个 就是一个concreate 具体的操作 那我们就看出来了 设计 就是我们刚刚所学到的一个template method设计模式的基本架构图 一个积累 一个具体的子类 然后积累之中 定义了template method template method 要用一些具体操作 hook操作 或者是出现的操作 那我们的子类呢 可以根据情况 去覆盖积累之中的操作 这里呢 我们因为我们的积累 是提供了hook操作 那我们就 根据情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去覆盖它这些hook操作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 在子类中 不去覆盖它这些操作 我们刚才学习的过程中 有学习到tm这个设计模式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代码不用 第二个 它构成了一个控制反转的架构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 对的这个应用这个结构 是否有那两个好处呢 先看一下第一个 是否有代码复用的好处 这里呢 我们只画了一个 我们只画了一个activity 实际情况呢 它可能会 存在一个activity1 activity2 activity3 等等等等等等 一直到 可能有n个activity 在这一块 这里 可以看到 这里 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tm这个设计模式 为什么形成了一个控制反转 的结构呢 就是因为它遵循着一个设计原则 就是好莱坞原则 在好莱坞原则下呢 我们有的结构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 低层组件 可以把自己挂钩到系统中参与运算 但是呢 并不能直接去调用高层组件 而且是绝对不能直接去调用的 那我们高层组件 就需要来决定它合适怎么去使用 这些 低层组件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安卓应用这个结构呢 我们在应用程序中自定义的 myactivity 这些组件呢 可以把它挂钩到 这个系统之中 参与一些运算 比如说 在我们 perform Creator的时候 它可以去 在uncreator这里边 去执行一些相应的套定操作 但是呢 我们自定义的activity 等等这些 低层的组件 绝对不可能 不能 也不能去直接调用 我们系统的 用的高层组件 而是由我们系统决定 在什么时候 它要把我们的 用程序组件 给启动 给暂停 给销毁等等 比如说 在我们点击 桌面的一个图标 或者是在其他组件中 调动了 sata activity 这个API 那我们的系统 就会 执行到 perform Creator 然后 去扣到我们 自定义的组件里边的 uncreator 这凳数 把我们的组件给 集中起来 那比如说 我们的组件 不可见了 或者是 被销毁了 那我们的系统 就会执行到 perform stop perform destroy 等等这些 然后相应的 扣到我们 自定义 在这些组件里面的 unstop undestroy 这时候 我们自定义的 组件 就可以执行一些 特定的动作 来完成一个 相应的功能 也就是说 这里呢 是我们的 安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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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上面呢 是我们的 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相比 相比之前我们 所熟悉的 直接 就是我们的 应用程序 来 调用我们的系统 来完成 相应的功能 这里呢 这里呢 不是这样的 而是由我们的 系统决定 什么时候去创建 我们的 activity 什么时候去 start 我们的activity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destroy 这时候呢 会相应的 再用到 我们activity 里面的 uncreate uncreate 就是 unstart unresume 这样的 再用的方式呢 就从我们的应用 调系统 变成了 我们的 系统 调 我们的 应用 扣我们的应用 这就是 一种 控制 反转的 结构 控制中心呢 既有以前的 在我们的 应用程序这里 转移到了 我们的 系统 这里 到此 那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的 adjust 让我们去 通过继承 它定义的这些 activity 或者是 service 等等 这些 应用程序 组件的积累 然后去覆盖 它里面的这些 unstart unpause 等等这些 可别的函数 来完成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个 目的呢 就是为了形成一个 控制 反转的结构 把控制 中心 从 以往的 用程序 转移到 我们的 系统 这边 这些课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